Hello,大家好,我是凯一,今天我们来快速开箱跟测试一台超便宜的手机 那这就是我们的Samsung Galaxy M11 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 盒子里面有保证卡跟快速指南 盒子里面还有一个10W的变压器,一条Type-C的线 跟一个小小迷离的卡针 OK,这就是我们的Samsung M11的开箱 那接下来我就会使用这只手机几天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优缺点跟一些我的使用心得 OK,那我们使用这只手机几天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只手机的优缺点 硬体软体的部分,还有最后相机的部分 那我们直接先从缺点开始 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做工的部分 那它的SIM卡卡槽整个网内凹 这应该是不太正常的 那它的Type-C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刮手的,很像菜刀的部分 第二个缺点就是它有NFC,Samsung,Samsung,NFC,没有Samsung Pay 这算不算缺点就因人而已 如果你想要Samsung Pay你就不能选这一只手机 第三个就是Samsung预先安装了非常多垃圾应用程式 像是应用商店跟Play商店几乎一样 虽然它有一些多的软体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就是垃圾 那媒体浏览器呢跟Google Photo几乎一样 还有什么日历啊跟Google的Calendar一模一样 游戏中心就这么多东西 完全不能解除安装 你也不能停用 让它隐藏起来 所以每次滑就是非常碍眼 第四个缺点就是Samsung预先安装的Samsung键盘完全没有震动回馈 那像是我自己就很喜欢震动回馈 打字的时候如果没有震动回馈 感觉就没有打字的感觉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震动回馈的话 你可能就要下载其他的键盘 像是Gboard的 你就可以自己加震动进去 第五个缺点也是震动回馈的部分 它的首页键返回键分页键完全没有震动回馈 那有人喜欢震动回馈有人不喜欢 那Samsung至少要加入震动回馈这个选项在设定里面 但是Samsung没有做到 所以我现在想要加震动回馈的话 我根本不能打开 第六个缺点就是萤幕太亮 那你把亮度调到最弱的时候 萤幕还是非常非常的亮 那我自己是喜欢暗暗的萤幕 我觉得看起来比较舒服 那如果你需要暗暗的萤幕 你可能就需要下载其他的绿蓝光软体 你才能让萤幕再更暗一点点 第七个问题就是它的WiFi速度超慢 我不知道是硬体问题还是软体的问题 但是真的是超慢 你下载一个软体 比平常的手机还要慢两倍以上 那开一个网页 你至少要开个三秒钟以上 真的是超慢 真的非常迟缓 不知道它的WiFi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 第八个问题就是萤幕解析度比较低 因为它有一个比较大的萤幕 但是解析度还是一样低 所以你在正常看影片啊 浏览网页的时候 你就很明显可以看到一格一格一格的像素 第九个问题就是自拍镜头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看影片非常棒 但是像这样子有软体 左上角有返回按键的话 你按下去很容易按到上方的通知栏 你可以要多按几次 你才可以按到返回按键 那我不知道这是硬体的限制 还是软体可以改善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讲效能的部分 那我觉得它的效能普普通通 就是正常 玩大部分的3D游戏都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把画质开到最低 把效果全部关掉 你才能确保它的顺畅 那如果你把效果打开 画质可能开到中或者是高 那可能就会出现卡顿的问题 那也因为这只手机效能普通 加上5000mAh的超大电量 这只手机才有办法达到 10小时的萤幕亮起时间 超神 10小时萤幕亮起时间 你要盯着萤幕10个小时 它才会没电 这整只手机的外观 做了一个非常圆润的设计 完全没有任何是凸出来的东西 像是萤幕边角 做了非常圆润的处理 让你滑到萤幕边缘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刮手的情况 那它的镜头整个是平的 没有凸出来 所以放在桌上 不会有敲敲板的现象 这只手机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 漂亮的手机 这只手机有独立的三卡槽 所以你想要加多少记忆体 你就可以加多少记忆体 这只手机的振动马达回馈 我非常喜欢 它非常低沉 非常扎实 打起来非常舒服 很可惜的就是它完全 手艺键跟键盘内建的 完全没有振动的这个选项 这只手机的电源键非常厉害 不只按下去非常扎实 非常舒服 那你连点两下 你可以自定任何你想要开启的应用程式 非常方便的功能 最后一个优点就是 这只手机有广角镜头 很少在这个价位有广角镜头的出现 那讲到相机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就要做一个完整的相机测试 标准镜头在ISO100的时候 杂讯普通普通 已经有明显的杂讯出现 广角镜头的部分只能全自动 不能手动拍摄 整个超级模糊 没有任何杂讯 也没有任何细节 动态范围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用第三方软体你可以拍摄RAW檔 标准镜头整个影像可以自由的调整 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广角镜头的话 也只能拍摄GPEG 那算是还不错 没有开HDR也有高光暗部的细节 下一个测试就是炫光的抑制 那主镜头已经非常非常出色了 只有稍微影响而已 广角镜头的炫光控制差了一些 有蛮明显的光晕现象出现 下一个我们要来测试就是 内建相机的背景虚化功能 背景虚化效果全开的话 边缘还是有一些没有选取干净的部分 但至少没有让不是主体的物件清晰 景深效果也非常自然 整体算是还不错 接下来我们到影片拍摄的部分 如果你用内建的软体 只能拍摄4HD 1920x1080 如果你用第三方软体 你可以拍摄2K 2560x1440 动态范围算普通普通 它的高光还是会炸掉 没有办法救回来 影片对焦部分 我觉得主镜头还不错 不会找不到任何东西对焦 或者是拉风向的状况 整体非常流畅 只是有点慢半拍的感觉 广角镜头没有自动对焦 因为它差不多在10公分以上的距离 就全部都有对到焦 自拍镜的话也没有任何自动对焦 自拍镜头非常非常广角 细节也非常丰富 影片的曝光也非常稳定 色温也不会乱跑 整体效果算是还不错 最后我们来做个结论 到底谁适合买这支手机呢 我觉得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它的电量 跟它的价格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带行动电源出门的人 但口袋里也没有钱买手机的话 你就买Samsung M11吧 OK 这支我们今天的Samsung M11 开箱测试优缺点影片的分享 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 按赞 订阅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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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